随着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临近 越南河内已经进入了金特会时间 为媒体记者提供服务的国际媒体中心 23号启用 此外 越方的外交 后勤和安保等领域的准备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据越南媒体报道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 23号出席国际媒体中心启用仪式并剪彩 范平明对媒体中心的各项准备工作表示十分满意 越方此次将位于河内市中心 面积约3.2公顷的文化友谊工设为国际媒体中心 该中心设通信网络支持区和采访新闻室 将于2月26号至3月1号24小时开放 为云集河内报道本次会晤的近3000名国内外记者提供服务 另据越通社报道 越南河内市警方表示 已为金特会安全保障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将采取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 签名警力将出动被会议保驾护航 并在300多个重要交通点严格落实各项交通安全管理措施 对机场 车站 电力设施等重点场所进行全天候巡逻 对机场 车站起来